來 第一位長得像 我們勝利的 1 2 3 開 歡迎勝利 OK 許莉莎 來… 這有像嗎 你拿到臉上湊一下 我們看一下 哪裡像啊 你好像隔壁老王喔 美豪吧… 很多人都說我其實比較像那個什麼 周星馳跟彭玉燕 還有說金城武這方面 周星馳最像 對 還有那個彭玉燕 但是他徐亨胖起來以後就不像 因為那個時候瘦的時候 很瘦的時候的確是 大師… 解釋一下 這不同的面相長得很像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基本上他們兩個的長相 幾乎用面相學來看的話 完全是雙胞胎一模一樣 有嗎 像學說一看 你看他的兩個眼睛 都死於細細長長的滿深邃的 還帶點這個臥蠶有沒有 濃眉 最重要是耳朵有沒有 他們耳朵都滿肥大 滿肥厚的 有…耳朵好像喔 苦中作樂 講人家耳朵肥大 我沒想到惡師兄 我沒有聽過人家形容耳朵肥大 剛剛有點… 習了用錯了 就是耳厚而肥 這樣有比較好嗎 耳厚 學大哥這樣喜歡 代表他們兩個人有個特性的 耳厚而肥 進取樂觀 而且樂天之命 口服眼服都很好 他再窮都覺得自己很有錢 真的嗎 再窮都覺得自己很有錢 他就是屬於所謂的知足長樂 對… 而且最重要是兩個人的 這個法令文有沒有 都滿深的 法令文 有沒有 責任心很重 唯一小小的 你專業來看的話 有一點不同 就是眉尾… 眉尾 徐大哥的眉尾是向下 勝利是往上的 所謂的倒眉 就是那個 就是所謂的水尾倒臨嗎 也不是啦 八字眉 樂天眉 樂天眉 這個眉毛就比較屬於愛恨分明眉 眉尾向上 下一位我們希望是能夠跳過 因為做節目才怎麼樣 也是要對觀眾朋友交代嘛 對啊 對不對 長得像彭于彥 敢拿下來嗎 1 2 3 彭于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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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如果是我自己在那邊吹噓 那這樣我不應該 可是明明是人家弄的嘛 誰弄的 三年前有一個網友把我念書的時候 的照片就PO上網路 網友就留言 姬氏 彭于彥 姬氏 姬氏 這個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沒多久就又有人把彭于彥 跟我念書的照片又合成在一起 連我自己看了我都分不清楚說 是左邊是眉尾臉 還是右邊是眉尾臉 更可怕的是 他連生了小孩都像彭于彥 然後往後的日子裡面 我就經常說自己是嘉義彭于彥 對不對 有的時候朋友說 玉琳哥你不要再講這個事 人家跟你開玩笑 你怎麼會當真 好 我就說好 盡量不要再講這些事情 不要再講了 我上個月出那個台中高鐵站 就有一個女生 看到我就很激動 簽名… 我們等隨和罐 簽名就簽名 又不會痛 沈玉琳抖大三個字簽給她 那個女生一接過來看 蛤 妳是沈玉琳 我還以為妳是彭于彥 我要誰臉的幹什麼 沒有 你這個老哏了喔 等一下 玉琳哥 老哏 老哏 玉琳哥 你這個哏 好像在別台節目有講過 沒有… 就是因為真正真事 沒有 上一次是在那個 新竹高鐵站 不能站 上次我講的是那個金城武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你下次就講你沈金湖啦 還是來介紹一下… 看面相不是看五官 看氣色跟神韻 氣質 對… 這個也只能看氣色會像了吧 因為面相分為五官 還有氣色跟神韻 玉琳哥的眼神 還有那種那個氣質有沒有 跟彭于彥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兩個的智慧 反應 學習能力 逆境中成長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老師 妳要為了妳的未來著想 這段話可能會影響妳的工作 沒有… 因為我的面相學都不熟 彭于彭剛剛說很生氣 剩下嘴 給妳下去 沒有… 不是 妳是收了她的錢 她其實是預備要參加 下一集神棍的啦 什麼時候要來參加